我一会儿要去看一个灯光表演秀 在市中心12棒门票 不知道一会儿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正在去年的路上 和几个朋友准备在地铁站见面 我现在已经到了 我现在在这块准备和朋友见面 我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是每个国家他们都有标签 我个人来说的话是很不愿意 把标签就给每个人加上标签的 但是你在国外你会发现 有些人很符合这些标签 你像我在身边的德国人什么呢 他们大部分都比较严谨 然后如果把你当朋友的话 他们真的是把你当朋友 然后买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然后这点你多出点钱 这个我多出点钱 然后大家开心就好了 如果不是朋友的话 他们分得特别清楚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我的 然后在西班牙呢 他们的标签就是极不守时 你跟他们约好了9点20 他们一定会9点半到 以后所以跟他们约时间的话 如果你没有约到9点20 就跟他们说9点10分 然后希腊人呢 他们就特别喜欢party 这个party就简直 就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一样 他们如果上班的话 当天晚上下班 可以一直party到 第二天早晨的4点 之后睡两个小时再去上班 然后你会发现 你在这块遇到的很多人 很符合这个标签 这是特别有意思的 然后我现在在这等着一个朋友呢 就是一个西班牙的朋友 他现在就属于那种 从来没准讲过 我们很快要进去 对 你想进去吗? 对吗? Veronica 嗨 大家都知道你现在 我们已经有很多次出现了 你会变成真的最 popular的西班牙 对吗? 因为这一季 当然你很好 嗨 我们现在在这个Carnival里面 大家排队 然后我们现在一会儿进去了 现在好像人挺多的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灯光秀 但是好像 哇塞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现场了 一会儿估计才有那个表演 大家做下去就开始嗨了 今晚了 你们还алось 心里面 会呃 Co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感觉每次从酒吧里面出来 每次从club出来之后 我的耳朵都要失聪一次 我现在耳朵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在里面跳了三个小时 然后我感觉被骗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铺的大概有12磅 然后我们在那块 说那会有个表演 但是我们跳了三个小时都没有表演 这就是非常经典的 非常典型的英国的晚上 看那边的人躺地上 这都太正常了 警察你会看到晚上回来的时候 一群人躺在地上 估计是喝醉了 然后还有各种警车 各种警车在这逮人 大家喝醉了之后 有些人喝醉了之后 大家闹事儿 经常警察来逮一个就走 逮一个就走 这是非常典型的英国的晚上 然后看到这个穿黄衣服的了吗 他们就是维持秩序的警察 每天晚上在这块闹事儿的特别多 现在都已经凌晨三点了 凌晨三点了之后 大家还在这排着队 排着队在这准备喝酒 正好这是一个批 好安心 我感觉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 在一个酒吧里面一直待到的关门 哎呀 不过那个 那个灯光秀也是蛮酷的 虽然说最后没有什么大不大的节目 但是里面 观众搞气氛的活动还是蛮多的 里面才是高潮的表演者 还有放一些天上掉彩带的东西 还是蛮酷的 总的来说今天还是非常开心的 唉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回去之后 太困了 要回去睡觉 大家晚安